一条腿伸直一条腿弯 然后现在你看我收惯了这条腿的右腿啊 根本就不落这 不落这 然后在转移重量的时候 再换脚 对了是一个这个问题 再来一次 大家听过程说换的不好 7 8 然后走向下温曲 转移重心 转移五分方向 对了 然后向后靠我的右腿 靠我的一个拳脚在地板上的腿啊 然后推你地板 边推边转 重量还原了 走 还是一样 站直一条腿吸收力量 对了 走 and 转移中心 转移五分方向 对了 换了一条腿 换了一条腿 六分方向 六分方向 我不适合 太多了 7 8 1 出门员又换股息 不然这不是 我说的是 稍微在以后看 两条腿弯曲 对 边弯曲的同时 边换重量 并且我的骨盾的方向 看我的肚子下 要转移方向 再跟着 看我的肚子下 在登直的这一叉长 他还是推着前面 但是重要要还原的时候 他 他有一个转到旁边的位置 还原过那个什么 啊 3 两头可以同时弯曲 对了 啊 转到斜脚 还原 OK 大家试一下 感觉现在这就是 大家还原 明明你一曲都不一样 准备了 5 6 7 8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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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6 7 Up 6,Up 7,Up 8,Up 1,Up 7,Up 3,Up 4,Up 5,Up 6,Up 7,Up 8 好演 好演 然后再说话来讲的话 其实你跳的这个节目 因为到后期的时候 你可以与两个脚跟同时的动力 但是现在 但是现在呢 你还是要找一个还原这个位置 因为这样的话 看你落到拳脚上 再向后推动的时候 会更扎实 对 就是一定要有一个 看一定还有一个什么位置 就是脚后跟 转移脚后跟 OK 就是从一条的中心 转移到 另一个外力空气的中心 就是这个位置 对 OK 再来一次 其实在一共是两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是什么 收脚站直 第二个过程呢 向下弯曲膝盖转移 OK 一定记住啊 收脚的时候 7,8,0 顾名思义 2是什么 向上站直的 对不对 然后走 1 边向下边转移 1 up 7 up 3 这样下去 对了 转移中心 转移脚后跟 up 4 up up